天然。 今天跟大家簡單地分享一下 我家的省水方式。 從廁所也是要沸沉的, 就是舊的要先用。 爸爸白玉文, 大家都稱他白鴿。 是个环保达人 这一把是 楼下资源回收厂剪的 洗车刷 真的好用 这支多少钱 这支不用钱 马路边剪的 眼睛放亮就有了 每天下班前 白哥都会把公司内部餐厅的 剩菜剩饭打包回家 谢谢 谢谢 一定要顺住 这个汤汁虽然有苦味 但是那个时间过得够久 那个柠檬片 感觉很好吃 然后我跟我太太很爱 刚刚的指导菜我就可以 很简单的分辨出 哪些是公司袋 哪些是我爸的 哪些是公司袋 这就是公司袋 这应该也是公司袋 然后这个是公司袋 但它有夹作 然后这个就是 它自己炒的 然后它自己弄的 我不会说反对它带回来 但是有时候 我吃了就吃不太下 然后这时候他们就会很生气 很生气就是 你真是很爱挑 然后就是情绪勒索这样子 我问你另外一个 就是把那个便当拿去 就要丢就要过 有 耶 来 数不出来啊 这个数不出来啊 好 然而 真正让昆河和雨河感到最迫切的痛苦 是夏天炎热难耐的天气 你看喔 上面一台 这边两台 三台 四台 厨房一台 然后我这边六台 然后我最讨厌就是这台 就这台每次这样走过来 头就撞到 我弟房间也是一台 对不对 然后这边有一台小电扇 最容易移情家族革命的季节 这是好热 我说一个晚上就要就是 冲澡大概五六次 你看一看 你看他 讨厌你脸 你看他那个头 我流汗流成这个样子 我拿个毛巾给你好不好 是全家 唯一的人气 这铃铛就是 我爸妈 为了要就是 他在睡觉的时候 听到我们偷开冷气 这铃铛就会响 我就知道 我在收集有一张 哎 为什么这里有铃铛 他越想越不对 原来是这样啊 没有冷气 真的不是冷气 我睡觉没有吃冷气 所以我们老师完全正经 那你不可以冷气 怎么睡觉 就是你家住山上 山上就会很冷 然后完全没有人跟他说 没有我家超热 只是我家就是不可以冷气 当我们问白昆河 假如今天是生命中最后一天 他给出了一个非常务实的答案 因为我爸妈给我很多很棒的回忆 跟很棒的体验 跟很棒的体验 所以我的生命中最后一天 我会去想要完成我的事情 我希望可以再可以装冷气 这样子 就是客厅一台 我跟我弟房间各一台 对 这一天爸爸真的要帮孩子完成心愿 而且还一次装舞台 全部都装 没有跟我太太讨论 没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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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把盐子 你好 你好 他管过一个什么装 这个玻璃就在外面 好 经过一整天的施工 这一家人终于要迎接 有冷气的生活了 既然因为派人生的话 他家里可以超冷气 白哥 有没有觉得装的很值得 装的很值得 装的很值得 当然值得 生活舒适 当然值得 看到小朋友的笑容 笑容 笑给我要看 泡两块 环保达人的儿子 竟然可以住在一个 有人气的家里 这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 那真的是有需要的时候转开 现在好需要 你知道吗 这是为你们两个买的 谢谢 虽然你都蛮神大汗 但是我还愿意抱你一样 来嘛 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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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你刚刚又汗的衣服擦后面 好恐怖啊 那个垫 这个要等电配出来才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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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